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都在中央政府里面做事 他曾经在宋徽宗时代 曾经短暂的在蔡经去职之后 短暂的代理了一个宰相 宋史说张三英这个人 他为政 持平 利同意宽民利 能力减宋徽宗的奢法 反对大兴土木的恶习 所以据说宋徽宗对他的还颇为敬畏 可是因为他那个时代 基本上是一个新法跟旧法斗争的时代 一派是以王安石为首 一派是以司马光为首 所以这两派反复斗争不可开交 而这个张三英最早他曾经投入了王安石的门下 但是后来他因为反对蔡经 所以又被归列为司马光 旧派的门下 而他在政和元年 公元1111年 他被贬为河南府兼西经牛首 西经牛首是洛阳 因为开封叫东经 西经叫做洛阳 在同年的十一份 他又被贬为重信军节度赴史 但是后来他又启用 到了1116年 他又启用为官文革 官文殿学士 钟大夫 到了宋徽宗宣和三年 他去世 得年大概八十岁 在那个政争非常严重的时代 而这个张三英他并没有像苏氏一样 被贬一贬再贬 贬到远远的海南岛去 他也被贬 不过他都被贬了都贬在附近 贬了之后他又回来 所以这个张三英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基本上来讲 他好像没有完全得罪旧派 也没有完全得罪新派 但是旧派好像也没有那么喜欢他 但是也没有把他当成外人 而新派也没有那么喜欢他 没有那么讨厌他 但是也没有把他当成外人 可见这个人 他在北宋正正的时代 他还是把持得很好 也就是他能够得到三宗 又能够不至于离京寺太远 如果我们去看黄石公述书 他总共六章 他是类似语录的这种书体 根据宋史一文字的记载 他说宋代有黄石公述书 一卷张良所传 述书的版本问世之后 版本非常多 他说他版本非常多 有好几种版本 例如说有汉卫的丛书 有先群诸子的版本 有汉卫的版本 有唐朝唐宁的版本 还有陶宗宇的版本 也就是说这个黄石公述书 他从出现之后 一直到明朝到清朝 他的版本非常多 他的版本非常多 在版本里面 有二十二子的版本 又有百家明书的版本 有明朝王室的版本 中备跟他数一数 大概有十几种版本之多 在这十几种版本当中 十几种版本当中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版本 大概是其中的一个版本 他六章出的序之外 有六篇文章 六篇文章 问了五个问题 讲五个问题 所以我们来 从这一段开始 要来谈谈 究竟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在谈究竟在写了什么东西之前 我们现在谈谈 这本书的禁忌 这个禁忌叫 不传不到 不神不胜 不贤 也就是盗墓贼挖掘之前 因为他不传不到 不胜不贤 所以这本书 以至于失去中影 当盗墓贼出现之后 这本书就谁都传 你只要有钱 都可以看到这本书 我们看这个张商英 他写的序言 他这样讲 他说按前汉类传 前汉类传 黄石公 夷桥所塑 脂肪素素 世人多以三略为事 概传知者物也 禁乱 有道发脂肪肿 于预诊中获此书 反一千三百三十六言 甚有秘境 不许传知 于不道 不神 不胜不贤之人 若非其人 异受其养 得人而不传 异受其养 也就所传非人 他也会有灾祸 得人而不传 也会有灾祸 他的巫夫 可见这本书的传递 甚之又盛 黄石公 他传给了张良 因为张良是他认定的 在适者 道神圣贤 这四者之一 但是张子公 张良 他却没有传到 他却找不到 符合道 或者符合神通 符合圣贤 这样未接的人 所以他没办法传 所以他只好把他带入墓中 为什么要带入墓中 他也不想把他销毁 他总是希望传之或是 传之或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述书在传的时候 黄石公是圣之又圣的 传给了张良 张良呢 圣之又圣的想要传下去 但是找不到人 因为找不到所传之人 只要把他带进坟墓当中 带进坟墓当中 然后他说 后面又写一段话 他说 余却常平之 他说我 我的一字就是张商音 他说我看了这本 这本书之后 我常常说 天人之道 未常不像为用 古之圣贤皆尽心焉 遥轻若浩天 其顺其其正与续久愁 富月成天道文王众八卦 周王设天地四十 又立三公 以礼变阴阳 孔子亦无缘老丹 见以以偿无有 因胡经曰 宇宙在所万物生平曰 道志此焉 则鬼神变化 皆不逃无之数 而旷行明度世之间 这都要讲了半天的意思 就是黄世公素书 他只传达一种精神 而这种精神 其实从尧顺开始 包括尧顺 包括大禹王 包括这个富月 包括文王 包括周公 包括孔子 包括江子亚 包括老丹 老子 这些人他所传的道理 基本上都是一样 传什么呢 传天道 只不过是他们对天道的理解 用文言 用文字把它写下来 所以变成不一样 所以这些人所传的书 都在讲同一个道理 只不过他讲的道理 角度不一样 以至于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讲的不一样 其实他们讲的基本上都是一样 都是讲什么 都是讲一个天道 这句话讲了半天 我觉得是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 他说天道这件事情 从古之圣贤 传之者多 但是也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所以传的方法不一样 他说姚舜与汤 文武周公 富月周公 孔子老子 他基本上传的都是同一个天道 他所写的书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的背景不一样 因为他的素养不一样 所以他传的文字都不一样 其实他们都传同一件事情 他说黄石公知道 秦之将亡 汉之将兴 所以就把这本书送给子房 而子房 他说他算看了这本书 但是有看没有懂 他没有了解全部 所以他说子房 在这部书当中 根据这个张商的说法 他说张良用这本书 只用十之一二 就能够成就大业 如果他能够用到百分之百 那岂不是呢 惊吓鬼神呢 所以他就举个例子 他书曰 因继外泄者败 子房用之 常劝汉高地 王寒姓矣 然后书曰 小怨不赦 大怨必生 子房用之 常劝高地 猴 庸此矣 书曰 书曰 决决于富仁则险 子房用之 常劝高地 霸丰 六国相 书曰 色变治权 所以解决 子房用之 常治 四号 而立 惠帝 也就是他写了 他写了几件事 他说张良 根据他的看法 张良讀这本书 也没有完全应用到 他只用到这本书的十字一 他用到这本书的十字一 就能够帮助刘邦平淀天下 例如什么呢 例如说在这书上里头讲说 因继外泄者败 也就是你如果秘密谋 某某一件事情 你不能让这件事情外泄出去 如果外泄出去 这件事情就会失败 所以呢 张良得到这个计策之后 他就劝 劝这个汉高祖 韩信要称王 就让他称王吧 这个讲 因为韩信自己说要 要当假王嘛 结果呢 汉高祖本来非常生气 所以老子在这边呢 被 被项羽围困 你却老兄 你老兄却来跟我讨官做 结果张良一听到 用脚踢他 结果刘备马上醒悟 就跟他讲一句话 韩信了韩信了 你要王就要个真王 何必要个假王嘛 所以奉他为其王 他讲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书约 书约 书约 他书约 小怨不赦 大怨必胜 就是你有小的怨恨 如果你不赦免他 他必然就有大怨 所以呢 张良就劝 汉高祖如邦 封庸为侯 庸池这个人 其实是 如果我们看过 楚汉相争的故事 我们知道庸池这个人 他其实跟 刘邦很不对盘 刘邦年轻的时候 庸池就跟他对着干 所以呢 其实庸池非常讨厌刘邦 刘邦也非常讨厌庸池 但是后来呢 刘邦虽然讨厌庸池 但是他却第一个封 庸池为王 而且呢 在刘邦残杀功臣当中 庸池还能得到善终 他说这个计策呢 为什么 因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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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良跟韩信讲 他说啊 你要先封庸池为王 为什么呢 因为让人家知道 像庸池这里 跟你有怨恨的人 你都能够重用 那其他的 对你 你不怨恨的人 岂不是 能够得到更好的封赏吗 所以他所用的计策 叫小怨不设 大怨必生 又说呢 这个决策 与不仁则嫌 也就是说 这个当时 因为汉朝初年 六个又复礼 当时很多人被封 韩王封 齐王封什么 张良劝他 劝说 你汉高祖了 你要统一天下 你不能再封六国 霸封六国 这就是所谓行进限制度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如果是 如果是你不这样做 国家又要分类了 所以书曰 涉变治权 所以解决 也就是涉变治权 所以呢 呃 简单来讲 他这一讲 类举的几件 张良劝说 牛邦的事情 都把它归功于 这一个 黄石公述书 这本书的记册 这本书的记册 所以他说 这本书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厉害 因为呢 他就是那么厉害 他只要用里面的一句话 他就可以做一大堆事情 他说 张良 用这一百三十二句当中 他只不过用其中的十字一二 他就能够帮助 和高主平淀群雄 甚至他最后用了这里面的记册 他让自己全身而退 可见这里面的记册 非常了不起 因为太了不起了 所以他不传疑 不道 不神 不胜 不贤 但是什么叫做 有道 有神 有胜 有贤 也有神 不胜 也不是那些人 这个 这个 张上英他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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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李有离 李有离无自畏道 那这个 这个听起来很怪 他说 李有离无自畏道 非有非无自畏神 有而无之自畏甚 乌而有之自畏弦 非此事者虽口诵此书 亦不能以身行之以 但是这四句话 他这四句话是张商英 为传皇宫皇时宫述书的序 所写的一段话 而这段话 就是不能够传给 不道不神不圣不贤 然后就问说 什么叫做道 什么叫做神 什么叫圣 什么叫贤 他说什么叫道 道是离有离无之为道 什么叫神 非有非无之为神 什么叫做圣 有而无之之为圣 什么叫贤 无而有之之为贤 这个读起来很怪 这读起来有一点像什么 这读起来有一点像花灰花物灰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书里面里头说 要能够称得上道 要能够称得上圣 要能够称得上神 要能够称得上贤的人才可以 所以他为这个道圣神贤 写了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根据张商英所讲的 离有离无之为道 但是这四句话实在太难理解 什么叫离有离无之为道 什么叫非有非无之为神 什么叫有而无之之为神 什么叫无而有之之为神 这听起来有点像白居一的诗 白居一里面有一首诗 花灰花物灰物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 气势遭云无密处 所以这有一点活学的味道 因为白居一也是学活的 而这个张商英也是学活的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 非常像佛教的祭语 花灰花物灰物 花不是花 物不是物 所以他说 离有离无之为道 非有非无之为神 有而无之之为神 物而有之之为贤 就有人开始去研究 这四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要读懂这四句话 又把握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离的意思 离有离无 离的意思是区别 区别或区分的意思 离有离无之为道 就是你要区分 要懂得区分 什么是有 什么是无 如果你能够知道 什么是有 什么是无 什么是有 什么是无呢 他说 因为无 阳为有 所以离有离无之为道 也就是 一阴一阳之为道的意思 你能够区分出 什么是有 能够区分出 什么是无 什么就是什么是无呢 根据意见的说法 有就是阳阳 无就是阴阳 所以你能够区别阴阳 所以这句话就讲说 一阴一阳之为道 就是张三远说的 离有离无之为道 离有离无之为道 所以有就是阳 无就是阴 为什么呢 因为有生于阳 无生于阴 所以有无呢 照这四句话 它就是阴阳的意思 所以第一个要教的 离有离无之为道 你能够区别 你能够分开 你能够了解 什么是有 什么是无 就是你能够了解 什么是阴 什么是阳 那你就是 叫做所谓道 所谓一阴一阳之为道 而有跟无呢 它代表阴阳的意思 那第二句话 第二个重点 就是离跟 它的重点不在于离跟非 它的重点在于有跟无 所以离有离无之为道 意思说 你只要能够辨别阴阳 你就能够知道 一阴一阳之为道 非有非无之为神 意思说 你只要把握阴阳的变化 阴阳一下是阴一下阳 非有非无 它既非阳也非阴 就你懂得了解 阴阳变化之道 那你就可以 称为神 为什么 阴阳变化莫测 所以为之神 所以它说 非有非无之为神 你要能够把握 要能够把握 非阴非阳变化莫测 你就可以称为神 有而无之之为神 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 天生就会得到 那他就不需要刻意的练习 那这个人 因为他天生就能够得到 所以这种人可以称为圣人 叫做 有而无之之为神 无而有之之为神 无而有之之为神 就是说 他先天 比较欠缺 才智没有丰富 可是他经过 后天的刻意学习 而他学习到 后天的真理 所以无而有之之为神 就一个人先天未得到 但是通过后天的修为 能够明白明道之事 这个人就称为神人 简单来讲 这个道神圣贤 它是四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道的层次 就是你要能够知道 一阴一阳之味道 最高层次 而神的层次 你要知道 阴阳变化之道 你如果能够变化 阴阳变化之道 你就可以称为神 而第三个层次 就是你先天上 就才智非常丰富 你还没读《易经》 就懂得《易经》 所以叫做非有非无 就叫做 这个 就叫先天 就叫做 这个先天就能够得到 所以不需要刻意念习 这叫做无啊有之 有啊无之之味 圣 无啊有之 你本来没有 但是你后天学习 后来有了 有啊无之 你本来就有了 所以你不需要学习 有啊无之 那这种叫圣贤 这个无啊有之 你本来就没有 但是你经过后天不断练习 你有 这个叫贤人 所以简单来讲了 这个不传 不道不神不胜不血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其实有点绕口 就好像这个白居的诗一样 花灰花 雾灰雾 月瓣来天明去 来如春门不多时 去世朝云无密处 又好像佛教的 佛学的味道 佛学的味道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第五段故事 黄石公述书第五段故事 不传不道 不神不圣 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告个段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